报道宣称 解放军军机当天上午10点53分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所谓防空识别区 报道还炒作称 解放军军机已经连续4天进入台湾相关空域 本月累计3天 近期频率逐渐增加 对于解放军军机动作 台空军照例所谓广播驱离 据台中山科学院及渔业部门等相关单位日前公告 台所谓中科院在3月预计有6波火炮射击 其中3月3日至4日共有两波 10日至11日 16日至17日各有一波 18日至19日有两波 台所谓中科院退休人员表示 依公告的危险范围和距离 3日和4日的上午及18日至19日的两波试射 最有可能是射程超过600公里的增程型熊2E巡航导弹 3日和4日的下午 10日至11日 16日至17日18日 则是增程型雷霆2000火箭炮 与此同时 台媒也炒作大陆东方红3号海洋调查船 1号出现在蓝宇外海 报道声称 这是一艘顶尖的海洋调查船 除了进行水文调查外 也兼具情报搜集功能 除了进行导弹及火炮射击 台军也尝试在海空域强化实力 据台媒报道 台湾汉翔公司研制的永鹰高轿机将交与台空军 开始进行半年的作战测评 预计年底即可少量生产 另一方面 台防务部门近日表示 将借鉴美国MQ-9A和MQ-9B反潜无人机 运用挂载反潜探测仪进行海上巡逻 以及搭载反潜鱼雷进行攻击潜艇作战的理念 积极发展无人机对潜艇侦察和猎杀攻击的能力 台防务部门称 台湾东部海域及南北方向 一直是解放军潜艇作战部署及封锁的重点 台军将奉行发展不对称战力 利用无人机进行反潜作战 以突破未来解放军潜艇对全岛的封锁 对此 有大陆军事专家表示 台湾购买MQ-9B无人机可能会对当前台海形势有一定影响 不会改变整个台海的军事力量对比 台湾此举只是在寻求心理虚假的安全感 不会影响台海军事形势的大局